嗨大家好我是小雪 那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禮拜的GN 那這禮拜的GN提前在這個禮拜三的時候出 可能是因為中秋節的關係 那稍早呢,外方也公布了這一次 是跟這個新世紀福音戰士這個EVA合作 那今天這個GN就是有公布一些小獎 不過這個文章中也有講到說 總共有八位十抽角色 那十抽角的三大獎的話 主要是定爭士與EVA初號機 跟林波林與EVA零號機 還有明日香與EVA二號機 這三隻應該沒意外就是三大獎 那也是神主 那官方有講說是神主這樣 那另外呢 這個定爭士與EVA初號機會有變身效果 只有這隻有 然後變身的話 是變成那個暴走 暴走型態嗎 還是覺醒型態不知道齁 那其他的EVA駕駛員能力一十分出眾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技能主要是 真理與EVA零食五號機 然後這個是哲勳與Mk06等耀元的技能 這兩隻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真理這一隻齁 那他是木屬性的神主 那技能的部分呢 是引爆木珠還有自身直行的符石 所以引爆的珠子其實不多齁 那來掉落這個木強化符石 不過也有可能跟某張隊長可以配這樣子啊 然後再來的話一回合 木堅距50% 其他屬性符石效果齁 沒有堅距星 感覺是 應該是玩雜射隊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再來 迴避人族神族或機械族 敵人的攻擊一次 不過只有一次而已齁 那再來成功迴避敵人攻擊後呢 自身技能C-4 也就是你很快就可以再開這樣子 所以這張卡你真的要講的話 其實他這個CD其實非常非常的短齁 那我們介紹下一張卡齁 加一張卡的話這張 呃 算是暗屬性的神族CD5齁 四個角落共12顆符石 轉成水火木光強化符石 那一回合內呢 符石首批三消 然後自身直行首批掉落暗強化符石 所以很明顯齁 就是拿來解這個無屬強化盾用的 那再來定爭士與EVA初號機 還有定爭士與覺醒初號機 這個東西應該是他變身後齁 那應該有剛剛有講到他可以變身嘛 變身後就是變成覺醒 覺醒初號機 直行首批掉落新珠 為什麼要掉落新珠呢 我在猜這個定爭士這張大獎 他會不會主動 欸應該說對檔技能 新珠可能兼具攻擊珠之類的吧 所以這張感覺是非常實用的小獎 可以解無屬強化盾 又可以掉落新珠這樣子 那另外呢這邊還有講到說 新世紀福音戰士與巫女的聯合戰鬥 那他們有講到說 在加入神魔期間遇到神魔世界巫女 並習得巫女們的獨門絕學 所以剛剛那邊講到兩張嘛 那這邊還有三張 所以代表是小獎全部出來了嗎 我其實不太確定啦 那看起來好像是這樣子 這是獨立的卡片 那另外三張小獎 那這邊有講到說 第一張是水屬性人類角色 另外三張好像都是人類 就是比較有點像那個神魔的水火木屋這樣子 但是技能又有點不一樣齁 首先是這個水的屋 水屋女齁 靈波靈 那他的技能的話CD5非常的短 兩回合內呢我方回復力減至0 這部分跟水屋是一樣的 那其實有點不一樣啦 水屋是把回復力的3.5倍 加到自身攻擊力 那他的話是人族神族 攻擊力2.5倍 直接一個增傷齁 那不一樣的是水屋 不管是怎麼種族 都可以吃得到水屋的增傷 那他的話呢 只有人類跟神族吃得到 另外隊伍裡面有 大於等於3個EVA駕駛員的話 自身技能CD-2 所以就會變成CD3 CD3持續兩回合 所以也算是可以一直開了啦 也算是CD非常短了 不過就是比較適合放在EVA隊裡面齁 那這個EVA的話呢 感覺隊長技可能也是神族人類都有 都有吃得到倍率的感覺齁 那三圍的部分其實跟水屋 差距沒有太大齁 就回復力低了一點 那血量的話可能高一點點 然後攻擊力的話 比原本的水屋高一點點這樣子 其實大致上沒有差太多 那接下來看火的這個明日香齁 火屋女明日香 然後他的技能的話是 隊伍手受傷害1.5倍 這個跟原本的火屋也是一樣的齁 那隊長屬性符石掉落率提升 這個也是一樣的 不過這個是隊長屬性符石 要看你隊長是什麼屬性 那火屋的話 一般的火屋就是火珠掉落率提升嘛 那火屋的話所受傷害是提升 1.5倍 對對對 沒錯 然後人族神族攻擊力2倍 那隊伍中有大於3個EVA成員呢 自身CD-2也是變成CD3 喔他技能很像啦很類似 就把他看作是這個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巫女就好了 那再來是這個木屋的部分齁 木屋的話他是這個誰 真理嘛齁 那技能的話是2回合內所受減傷 5效 那跟木屋是一樣的齁 然後每消除1連擊 額外多增加1個EX combo 反正也是拿來常駐增傷用的齁 3個都是這樣子 那以上齁就是這3張 這5張啦 這5張啦 這5張應該都是小獎 5張應該都是小獎 然後就是放在巫女 放在那個新世紀福音戰士系列合作裡面的巫女用這樣子 然後其他2張技能齁 感覺這張 按著這張好像比較實用一點齁 那這個的話 就是拿來迴避用的啦 那再來就是期待下禮拜的這個大獎技能齁